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叫马尔可夫 以马尔可夫模型 这是贝耶斯网 然后 清晓完贝耶斯网之后 我们这几个要介绍 我们说哈 贝耶斯网是一个有像图 大力图模型分为图咱们知道分为有像图和无像图两种 然后有像图咱们就以贝耶斯网为典型代表 而无像图的话 我们就 无像图模型它其实就是一个马尔可夫网 对吧 马尔可夫网 然后马尔可夫网里面 有一些典型的方法 马尔可夫随机场或者条件随机场 然后我们这节课就来介绍一下马尔可夫随机场 以及条件随机场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马尔可夫随机场哈 马尔可夫随机场说的是 它的英文名称叫马尔可夫 Random Field 对吧 然后它是一个典型的马尔可夫网 然后是著名的无像图模型 这是马尔可夫 Random Field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马尔可夫网 节点就表示变量 然后边表示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 然后我们在马尔可夫随机场里面 我们定义了一组试函数 然后叫Protation Faction 然后我们译称为因子叫Fact 这是定义在变量子级上的非复时函数 主要用于定义概率分布函数 那我们定义了一组试函数 然后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先知道哈 我们先明确一个概念 就是在马尔可夫随机场里面 我们所有的对于概率分布的定义 我们是基于试函数去定义的 那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试函数是如何去定义的 首先对于这个马尔可夫随机场 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有像图 无像图对吧 无像图我们找一个它的团 什么是团呢 团就是一个图的一个子级 比如说X1 X2它就构成了一个团 然后这个团中它必须有所有的点之间都有编辑连接 也就是说这个X1 X2它们构成的这个子图是什么图呢 是全连接图对吧 就比如说X2 X6 X5它们三个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子图 X2它们是不是三个变量两两之间都是有连接的 2和6之间有连接 6和5之间有连接 2和5之间同样的也是有连接的 然后若每一个团中再加入任何一个节点都不再形成团 那么我们称为极大团 什么意思呢 就是265如果说我们再加入一个点 我们把3加入进来 那265 3它们构成的还是一个团吗 不再是团了对吧 因为3和6之间没有变的连接 3和2之间也没有变的连接 所以它们就不再构成了一个团 所以在这个图中X1 X2 X2 X6 X2 5 6它们都是团 然后但是X2 X6它不是一个极大团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中间还可以再加入一个边一个点 我们把5加入进来 它们又构成了一个团 所以这是团 但是它不是一个极大团 每个节点至少出现在一个极大团中 你就说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图不是一个 这个图 任何一个 比如说这X4这个点 我们看着它是孤立的 但是它与X2构成的就是一个团 因为它们两个之间就构成了一个极大团 对吧 这是我们基于团 对于一个图中团的认识 以及极大团的认识 然后基于团和极大团 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 马古斯一场我们定义了一个试函数 或者说叫一个因子 多个变量之间的连续分布 可基于团分解为多个因子的成绩 这是对于马古斯一场的我们的一个认识 那么这个认识我们是怎么去定义的呢 或者说它到底是如何去形式化的呢 我们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 多个变量之间的连续分布 可基于团分解为多个因子的成绩 因此团 团子之 之与一个团相关 因此因子之与一个团相关 那么说如果说有N个变量 然后是X1 X2一直到XN 那么所有的团是不是构成一个集合 我们就称为这个花写的C对吧 而且这个团Q它是属于C的 我们就对应的一个变量集合 我们就计为XQ 什么意思呢 就以这个图为例 这个X2 X6 X5 它是不是一个团对吧 他们我们就说这个Q是属于我们所有团 这个集合的 而这个XQ它表示什么呢 XQ表示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团里面它所有的变量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X2 X6 X5就是其中的一个对吧 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变量集合 我们就可以定义联合概率 是这个样子的 PX它就等于 这个成绩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这个是一个成绩的符号 其次的话 这个是这个图上所有的团的集合 而Q是其中的一个团 基于其中的一个集大团 我们定义了 基于Q的 基于其中的一个团Q 我们定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式函数 这样的一个式函数 我们算解线不管它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个Z它是代表了一个规范化的因子 为什么规范化呢 因为规范化才能让它确保 它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概率 对吧 你不规范化的话 它可能是计算出来的 它是5是10 这样的话 我们在概率里面 我们不好解释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率 另外的话 这个 这个就代表的是 对于团Q我们定义的一个式函数 另外的话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变量问题较多 则团的数目也过多 上市的成绩项可能过多 会给计算带来负的 所以我们这里只考虑极大的团 而不考虑所有的团 什么意思呢 你说X2X6像X6X5这样的 还有X2X5这样的 它们也是团 然后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 不是极大的团的团 都加入进来 会造成我们整个团的负担太重 所以我们只考虑极大团 然后我们基于极大团 我们定义式函数 通过极大团勾到式函数 若团Q不是极大团 则必然被一个极大团 用心所包含 对吧 这是肯定的 就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的X2X6 它们不是极大团 但是它们一定被X2X6 X5所构成的 这个极大团给包围 一起来是吧 这意味着变量XQ的关系 不仅体现在式函数 这个Q中 还体现在这个Q中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看一下这两个的区别 首先 刚才我们说了 X2X6 它们是在 它不是一个极大团 因为它们包含在 这个极大团里面 所以 这个就是它的极大团 这个 就不是一个极大团 那么我们这个X2和6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就包含在 这个里面 对吧 所以我们完全就可以用这个Q星 去替代 替代Q 从而我们就用 这个 去替代这个 那我们就基于极大团 去构成了一个新的关于 变量之间分布的 这样的一个集合 定义成这个样子 跟前面那个完全是一样的 只是把所有的这个地方 我们都写了一个星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基于极大团 去定义的 那我们 就看一下 首先 这是 还是一个集合 就是 一个图的集合 只不过 现在这个团的集合 是一个极大团的集合 Q就是其中的一个极大团 基于Q 我们定义了这样的一个式函数 然后这个是规划号因子 这个规划号因子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 所有的这些这个的成绩 就是说 所有的团 所有的极大团 它们的式函数 我们给它乘一下 再给它加起来 那 基于极大团 然后的式函数 它是联合概率分布 可使用极大团去定义 假设所有的极大团 构成的集合 我们就为C星 然后 这个是它的一个极大团的 一个定义 然后 它的一个联合概率分布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 假设我们以这个图为例 那 看一下我们 它其中的所有的极大团 那是不是就是 X1 X2 X1 X3 以及 X2 X4 还有 X3 X5 以及 X2 X5 对吧 我们总共有是 有这么几个极大团 所以 对于它其中的每个极大团 5个极大团是吧 对于它其中的每个极大团 我都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分布 然后 另外的话 这个是马尔可夫 它的联合概率 就是 在马尔可夫 随机场里面 我们对于联合概率分布 我们的一个定义 然后 这样的话 描述的就是 它其中所有的变量 它们之间的一个联合在一起的分布 这就是一个联合的分布 然后我们从后就定义了一个分布 就比如说 对于这个图而言 我们想知道 X1 X2 X3 X4 X5 X6 它们联合在一起的分布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极大团去定义 然后 在马尔可夫随机场中 也有 也有一些另外的性质 就是 还有一个条件独立性 对吧 然后条件独立性 借助的是什么呢 马尔可夫随机场中的条件独立性 我们是借助分离的概念去实现的 说 如果从集合A中的节点 到集合B中的节点 都必须经过集合C中的节点 那我们称为 节点集合A B 被结合 被节点C进行分离 称C为分离集 什么意思呢 就看一下这个地方 说A B C 它是不是 A和B之间 如果在我们把 我们这样想 如果说我们把C里面的 所有的点和边都去掉的话 那A和B之间还有连接吗 那没有 再没有 不再有连接了 对吧 也就是说从A和B之间的点 我们勾不成连接了 那么我们就称为C 是一个分离集 基于这个分离集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去定义一个条件独立性 叫马尔可夫 全局马尔可夫性 说是在给定分离集的条件下 两个子集条件独立 比如说在给定分离集 这个途中我们在给定分离集 X B的条件下 那么XA和 在给定分离集C的条件下 XA和XB 它们是条件独立的 是吧 我们看一下全局马尔可夫性 它说的是 我们刚才已经说 看过的这个概念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模型 整个的这个图模型 是不是很复杂 我们把它简化一下 就简化成XA XC XB 因为这样容易去看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 图的联合概率分布 这个是根据我们刚才定义的 对于什么呢 咱们就不再看这个图了 我们就看这个图 根据我们刚才 对于集大团试含式的定义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个 图的联合概率分布 它有三个点 然后三个点的联合概率分布 是不是就是 这个集大团 这是一个集大团 两个集大团 它们分别的试含数 我们乘起来 然后再加一个绘合画因子 它套用的公式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这个公式 我们就把这个公式 套用进来了 因为这是 两个集大团嘛 然后 就两个集大团 然后我们把它乘起来 然后加个绘合概率分布 然后加个绘合画因子 然后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联合概率的分布 然后 咱们条件概率 我们是如何得到的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想验证的是 首先我们根据我们图的定义 根据 根据 马克福斯机场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 联合概率分布的一个定义 对吧 然后我们套用公式得到了这个 而且我们就想看一下 这个 我们不是想说 XA和XB 在给定C的条件下 它们是独立的嘛 那么就是说 我们就想得到这个公式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验证一下 这个公式 是不是符合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写开 把这个写开的话 那是不是按照条件概率公式 在给为XC的条件下 XA和XB的分布 就是这个样子的分母 分子除以分母是吧 然后分子除以分母的话 那后面的这个 我们是不是下面的这个分母 我们是可以按照 全概率公式进行展开的 按照全概率公式 我们把它展开了 展开完了之后 然后这个上下两部分 我们是不是直接就套用 我们的联合概率分布了 对吧 我们就把PXAXBXC 然后我们就写成这个样子的 对吧 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后面的这个分母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写开 对吧 写开完了之后 那想一下 当然哈 这个地方有点小 怎么可以给它放大一点呢 好 来放大一下 再看一下哈 然后 我们把XAXBXC 我们这个柿子给带到下面这个柿子来 对吧 带到下面这个柿子来了 然后下面的分母 我们同样的也是把它给带入进来 带入进来之后 我们想 这个是乘法 对吧 乘法同样的都有一个Z 它的一个倒数 然后把它给删掉 然后咱们这个地方就是分子 我们把两个项给分开 然后分母的部分 我们也同样的把两个项给分开 都是可以分开的哈 先要一举就能把它们给分开 为什么这个地方 这两个是可以分开的呢 因为这个A和C的式里面 是跟B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就可以把它给分开 而B和C的式是和A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同样的也可以把它给分开 那分开完了之后 我们就知道 在GVSC的情况下 XB XA是什么样子 那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推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对吧 而这个式子 是不是就是这个式子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轻入一举的写 这个 是不是就是 在GVSC的情况下 XA的一个分过 而后面的这个 这一部分 是不是就是在GVSC的情况下 B的一个分布 那我们是不是式子就整个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最重要验证的结论 就是在GVSC的情况下 XA与XB 它们是条件独立的 这是马尔可夫 这就是我们验证的全球马尔可夫性质 全球马尔可夫性质 是在 给定菲利吉的情况下 两个子级它们是相互独立的 就是给定菲利吉的条件下 两个变量子级条件独立 然后它的形式化表达 就是后面的这一部分 给定C的情况下 然后XA与XA与X 是运行独立的 然后由全球马尔可夫性质 然后我们可以导出局部马尔可夫性 说的是什么呢 在给定连接变量的情况下 一个变量 一个变量条件独立于其他所有变量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说 如果说 如果说对于这个图来说 这个 咱们这是1 这是2 这是3 这是4 这是5 如果说 2 3 4 5都给定了 那么在图中的其他的所有的变量 是不是 如果说2 3 4 5全部都给定了 那么图中其他所有这些空白圈的变量 是不是都跟XA条件独立 对吧 因为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看成 就可以根据全球马尔可夫性质 然后我们推导出来 XA与这里这个变量独立的 与这个独立的 与这两个独立 与这两个也是独立的 然后我们如果形状化 它就表达 就是说 如果说V就是图的节点级 那么这个 NV就表示的是 在节点 V在图中的临界节点 那就是这个地方 NV就是2 3 4 5 对吧 然后 这个 这个NV星 它表示的就是说 NV 并上NV 并上V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这个图就是1 2 3 4 5 然后 那我们就可以说 在Gainway 2 3 4 5的条件下 X1与其他所有的点 它们都是条件独立的 而这个地方表示的就是 整个的一个大的集合 整个大的集合 这不是有 这不是有11个点吗 减去这个2 3 4 5 这5个点 那 6 1到11 这6个点 它们全部都是 与1这个节点 它们是条件独立的 这是局部马可夫性质 然后它描述的是 对于一个点 在给定它的一个 临界点的情况下 然后 这个点 与其他所有的点 都是条件独立的 然后另外一个性质 说的是 成对马可夫性质 说 在给定 所有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两个非临界变量 条件独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X2和X4 它们是条件独 它们是非临界的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 把所有的其他的点 都给了 比如说 1 2 3 4 1和4 它们是非临界的点 如果2和3 我们都给了的情况下 那么 其他所有的点 1和4 它们是不是就是条件独立的 对吧 因为我们可以就 把它就看成一个非临界 2和3就是一个非临界 然后1和4 它们就是条件独立的 如果我们形式化的去表达的话 说 如果说 如果说 U和V是图中的两个节点 那么 如果说 U和V 它们之间没有边 直接相连的话 我们 在给定 2和3的条件下 那整个的集合是 1 2 3 4 然后我们把 1和4去掉 再给定2和3的条件下 X1和X4 它们是不是就是条件独立的 咱们再来看一下 马尔可夫随体场中的 试函数 它的一个作用 试函数 它的作用是 定量刻画变量 及中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因为非复函数 且在所偏好的变量区域上 有较大的函数值 什么意思呢 说 如果上面的这个图 X1 A C B 三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图 然后如果说 我们定义了这样的一个试函数 这个试函数 A和C之间的试函数是这样的 如果说 XA 它的数值是等于XC的话 那么 它的这个试函数是1.5 否则的话 这个试函数是0.1 如果说 在B和C这样的一个图中 如果B是等于C的话 那么 一个试函数是0.2 否则的话是1.3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试函数有什么意义呢 就说明 如果说 我们定义了这样的一个试函数 就说明 我们偏好A和C 它们是取同样的值 而XB与XC 它们取不同的值 换言之 就是说 XA与XC 它是正相关的 而XB与XC是负相关的 所以 令XA与XC相同 且XB与XC 不同的 变量值 将指派有较高的联合概率分布 所以 这样的话 最终我们建模出来的 XA与XC就是正相关 XB与XC就是负相关 因为我们建模的概率 都是往着 概率高的方向去建模的 这个就是我们试函数的一个定义 试函数的作用是 定量刻画 变量级中的一个相关关系 因为非复函数 在偏好的 极上具有较大的取值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定义试函数 我们这个试函数 它到底形状化什么样子呢 然后 而且它应该还 因为它是个概率 对吧 它要与概率相成的 我们还要满足非复性 所以我们一般在指数函数上 定义试函数 然后我们去这样去定义 这是关于XQ的一个试函数 然后我们就定义了 这样的一个指数函数 然后 这个 就是一个实质函数 然后我们常见的一个形式是这样的 常见的形式是这样的 其中这个和这个 都是一个我们的参数 我们自己指定的一个参数 而这个XV和X1 U还有这些都是节点对吧 然后我说 这是两个节点之间 如果两个节点是不同的话 我们就是两个点对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单个点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样的话 去定义了一个关于 这个集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可以定义这样的一个集合呢 大家想一下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图 一二三四 然后这样的一个图画 它们都得连着 都得连着 然后你看X1 X2 X3 X4 它们是不是都是有相应的取值的 对吧 然后有相应的取值的话 那我们这个地方 X1的值和X2的值 是不是就可以乘一下 对吧 X2和X4的值 也可以乘一下 从而把它们所有的这些六个 对吧 最后二二相乘 然后六个都乘起来 六个点对之间的集合 然后这个就是 四个变量之间也可以加起来 所以就定义了这样的一个HQ的 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基于HQ 我们还可以定义这样一个指数函数 然后这个是马尔格布随机厂 我们对马尔格布随机厂的定义 它的一个介绍 主要就是介绍了马尔格布随机厂 主要就是介绍了马尔格布随机厂中 它的一个我们对于试函数的一个定义 然后它的一个概率分布的一个定义 然后我们另外还介绍了 根据它的一个分离定义 介绍了马尔格布全局马尔格布性质 以及用全局马尔格布性质 我们可以推导出来的局部马尔格布性质 以及承对马尔格布性质 另外我们还可以说了 马尔格布随机厂中试函数 它定义它的一个作用 以及我们常常使用的一个试函数 它的一个定义 另外的话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条件随机厂 条件随机厂是一种判别式的无相图模型 它也是一个马尔格布网络 条件随机厂对多个变量 给定相应的观测之后的条件概率进行建模 如果令X为这样的 为观测序列 Y为对应的标记序列 条件随机厂的目标是勾建一个条件概率分布 就是在根本X的条件下 Y的一个分布 标记变量Y可以是结构型变量 它各个分量之间具有某种相关性 比如说我们自然语言标记 自然语言处理中的磁性标注任务中 观测数据为语句 然后标记为相应的磁性序列 具有线性序列结构 在语法结构中 输出的是语法术 然后具有术性结构 它们都是存在于某种 就是变量之间我们存在的是某种 某种相关性 对吧 就比如说磁性标注的时候 它是线性的一个序列 语法的时候 它要符合语法术的一个规则 它是一个竖型的结构 我们条件刺激场中 我们形状化的表示的话 也是一个图对吧 图的话有顶点有边 然后在这个无相图中 然后我们说 我们说如果是YV表示的是 与节点V对应的标记变量 NV表示的是与节点V临结的点 那图中的每个节点都满足马尔可夫性质 马尔可夫性质说的是什么呢 是说的是 这个点它仅仅与这个YV 它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仅仅与与它相邻的那些点相关 对吧 与它不相邻的那些点都不相关 而且还与我们的这个观测序列相关 对吧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马尔可夫性质 然后它就构成了一个条件随机场 然后这个条件随机场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 试函数和图的结构 去来定义出来 我们在根维L条件下 Y的一个分布 是吧 然后我们就使用列式条件随机场 然后我们去给它定义它的一个分布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条件随机场里面 我们该如何去定义它的一个分布 首先是 它里面 我们要用 我们要用试函数的话 那我们首先就要考虑团 那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团呢 它首先就是相邻的标记变量 我们有团 对吧 相邻的两个变量 其次的话 是单个的标记变量 与它这个观测之间 是不是也是有团的 对吧 所以我们条件概率 我们就可以定义成 在根维L条件下 Y的一个分布 然后我们就可以定义出 这样的一个形式 首先它是一个 这是一个规范化因子 咱们就不多说了 首先它是一个指数函数 然后指数函数 这个地方定义的就是 定义的就是 在根维L条件下 Y的它的一个分布 那其中我们重要的 除了一些参数之外 我们是不是重要的 就是这两个函数 对吧 分别是一个P 一个S 那我们分别看一下 P和S是什么样子的 P它表示的就是 在观测序列的两个 临界标记位置上的 转移概率 转移特征函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给定观测的时候 从Y转移到 Y加1的时候 YR转移到 Y加1的时候 它的一个概率 它用于刻画 相邻标记变量之间 相关关系 以及观测序列 对它们的影响 这样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S 它是定义 在观测序列的 标记位置 Y上的状态特征函数 用于刻画 观测序列 对标记变量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说 观测对于标记的影响 所以 朋友们想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只有两部分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相邻标记变量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单个标记变量的影响 而相邻标记变量 我们就用这个T去刻画 那单个标记变量 我们就用这个S去刻画 其中这两个还是因子 还是参数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定义出来了 它们的一个条件概率分布 这个就是条件随机场里面的 一个概率分布的定义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条件随机场里面的特征函数 它的一个举例 特征函数通常是实质函数 以刻画数据的一些很可能成立 或者是期望成立的经验特性 以词性标记任务为例 咱们这个是词性标记任务 然后到底这个词是哪个类型的词 我们如果说采用特征函数的话 采用特征函数的话 我们说的就是说在当前的时候是Y的条件下 那下一时刻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说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在当前时刻 我们这个它是V就是说是动词的条件下 并且说这个X它是NOC的条件下 然后这个就是X我们是不是有了这个词对吧 我们就是说有了这个词 这个词它到底应该是一个动词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呢 我们是不确定的对吧 我们就要对这个词进行 我们就要对这个词 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是一个动词 然后我们想知道下一时刻 它的下一个词到底应该是什么类型的词 那我们这个定义的就是说 如果说下一时刻的词是一个P的话 那么它这个数值就是E 否则的话就是0 它就表示了说 第二个观测值X为单词NOC是相应的标记Y YI很可能分别就是为动词和这个 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词呢 分别是为动词和副词对吧 这个就表示这样的意思 如果说这个地方为0的话 那就说明如果说这个单词NOC 是NOC 那么这个单词NOC是动词 下一时刻的副词的概率就是0 它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对于马尔克不随机场和条件随机场 我们做一个对比 同学们可能觉得马尔克不随机场条件随机场很像呀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它们有什么区别和不同 首先对于马尔克不随机场 它使用团上的试含数定义概率 对吧 我们团上的试含数 尤其是最大团上的试含数 我们定义几个变量它们之间的分布 我们对联合分布进行建模 对吧 这也说它是一个生成式模型的一个典型特征 生成式模型就是对联合分布进行建模 我们建的是PX 它们这些所有变量的联合分布 然后我们根据最大团 我们用出来这样的一个试含数 然后条件随机场的话 我们就使用团上的试含数定义概率 这个是去模仿马尔克不随机场 它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们是一样的 但是条件随机场它有观测序列 这就是它的观测序列 然后对条件概率进行建模 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有了观测序列 那么我们就想建模的是 在根位观测序列的时候 歪了它的一个分布 然后我们试反书 我们还是用指如还是定义的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描述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去描述的 这个描述的就是说 在给定当前 给定观测以及当前状态的时候 下一时刻 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模型 而这个就是说 在当前时刻 在给定观测和当前时刻的时候 它的YR的它有一个分布的一个模型 所以我们有两部分的这样一个建模 两个总体而言 马尔克不随机场和调限随机场 它们是一个生成式的模型 一个是判比式的模型 所以说一个是对联合分布进行建模 一个是对条件分布进行建模 但是它们建模的时候 我们都是基于团进行建模的 这是它们两个相通的地方 而且它们两个都是 马尔克不网的一种吧 然后所以它们虽然说我们对于它建模的时候 我们定义不同 但是它们里面我们遵循的一些本质的东西 还是很相似的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所介绍的内容吧 然后主要就是 给同学们介绍了概率图模型中 三种比较典型的结构 分别是以马尔克不网形 它是一个贝耶斯网络 然后它是一个生成式的模型 然后另外的话还介绍了马尔克不随机场 和调限随机场 它们是两个无相图 是马尔克不网络中的一种 然后其中马尔克不随机场 它是一个生成式的模型 而条件随机场是一个判别式的模型 马尔克不随机场和条件随机场 它们有不同的地方 但它们也是非常相似的 内容本质非常非常的相似 好 今天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 内容有点抽象 同学们看不懂的地方就 看不懂的地方 我觉得看不懂可能也比较正常 看不懂的地方就把问题存疑 然后咱明天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同学们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 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